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玲开球 据起来说的话苏玲应该是辅顺 两位球手都是忠实八球的这个老球手了 九分四分 三分六秒 擀交到四分 五分 五分 四分 三分 四分 三分 三分 五分 五分 三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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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最近打了大概一个多月 两个月不到 前节的力量的反馈 包括一些干法加赛让点 都是很合适 加赛修正也是比较小 可以建议一些个别的爱好者 或者球员去使用 我不知道张志导 您之前有没有关注 刚刚结束的市井三 好多的外籍球手 我看到了 大部分 而且尤其是亚军的梅林 黑客机用得相当好 大家可能有些个别球员反应 或者是一些爱好者反应 全节这么黑 看着这么不舒服 其实就是个适应的过程 对吧 尤其是像举个例子 小豆干换成大豆干 粗细程度不一样 不也是适应过来 颜色像这种情况 就是一个眼睛 和大脑适应的过程 而且像从这个球杆的配置上来看 苏联应该用的是一支 八牙的豪杆后板 配在这种 韦志导黑客机的 这种木牙漫牙的前接 张志导 关于这个牙口 有的朋友说 前接里边的牙口松动了 可以修吗 可以修 有专门的 不用说返厂 就专门有些维修师 就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 帮你去修 甚至于修改 修改棕轮 修改扣 原来你是八牙的 改成石牙 但是这个 改绝对没问题 不过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打感和技打感觉上 一般的话它会保证 不会有太大变化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消息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损失 工艺好的时候呢 改完基本上变化就不大了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 苏联用的这一支 是12.9的粗度 还是12.4的 黑客机前接呢 也分两个粗度 12.4 12.9 我用一支12.4的 稍微细一点 更适合这个 中式八球的大关 这边说着 苏联用是开球青台 率先拿下第一分 感谢乔氏 中式八球台球桌 企鹅直播 中国体育直播TV LP球杆 野豹台球杆 威力台球杆 波瓷干 英国试创 6811台尼 比利时 雅勒美台球 纳布斯台球专用 纳米擦干布 9万机球器 优则智能 球房系统 爱跑光影桌球 等合作品牌 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台球圈有料 查询相关的赛事信息 第二局 郭金伟开球 张事长可不可以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介绍一下郭金伟这位球员 郭金伟是来自于辽宁锦州 一般人可能有些不太熟 都不知道他来自于什么地方 他是来自于辽宁锦州 然后早期的时候 也是在北漂广 在北京待广 然后打了一些年头的台球 后面的话也是南下 并且在印象领域江苏 在那边的一些城市 去做台球行业的一些 管理层或者教练 这样的一个工作 现在也是回到了北京 又回来了 也是资深的忠实巴球人了 以前这些北漂的球员 你像能碰到好的老板 或者自己个人条件 稍微好一点 你像以前在零几年的时候 或者是2000年初的时候 在北京打一些500的 1000的800的2000的比赛 还会有老板开车去送你 没有条件 基本上大家就是坐地铁 然后导公交 那个时候就很有意思 就是扛着大河 早期的时候 不管是九区班的河 还是这种独知的这种 小豆瓣的河 都是非常笨重的 还不是说一下就有这个桃 或者是木头盒包一些葛的 就不是皮的 很笨重 大家拿着 后来才有了这个球筒 对 后来才有一些比较轻便简易的材质 更方便去便携的这种 刚才咱俩先聊一下 我也跟你聊过一个 就是我们俩最后一次打那比赛场地 可能你还有印象 后海附近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具体那个球房叫什么名字 我也记不清 好像是个2000的比赛 在04或者是05年左右的 后海那边的一个北京比赛 2000的 然后我们两个 这个坐公交车去的 我和郭京文贵我们两个 然后打完比赛 后面过了一段时间 就是南下了 我去浙江 他应该就去江苏了 这也是很多的这个台球人啊 这个生活的特点 对 在一个城市 一个地方待几个月之后 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是的 甚至于说 有可能有个地方待了很多年 但是一看发展情况不好 还是要换地方 是 那这干就要先保证打筋啊 之前的处理都会好 应该够 但是有些太过于保守 是啊 球 坐上了 跳球吧 翻规 这个白球 运气不好意思 也是这个球跳得不够准啊 其实主要是8号球 离这个白球太近了 自由球 说到苏灵啊 他也是这个总决赛 继关亚军之后 最大的赢家 参加这个爱跑光勇 桌球的这个活动 对 赢取了一辆这个奔驰的这个 小轿车 我忘了是A还是B打头的这种型号系列的这个车了啊 真好 运气不错啊 说实话 他要感谢我 因为他那次机会 是我给他的 哦 本来是我报了爱跑的这个名 然后呢 刚好那天 比如说第二天爱跑要办了嘛 然后我前面一天 我去北京去央视那边去解说嘛 哦 对对对 那我这机会 后面我还问呢 我说那怎么办 这边没有办法打 问你负责人 他说那只能是 要不然就 比如说别的朋友 谁打 你给他好了 刚好在这个 奥提的门口 入会场的时候 碰到 苏林和 曲普两个人 嗯 然后就问他了 我刚开始问曲普 我说要不然 你打不打这个 他好像没什么兴趣 然后后面 苏林也很有意思 他说什么呀 对他对这些东西还是很感兴趣 是 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一下 后面他说那怎么办呢 刚好这边上爱跑负责人 随便有人在 然后带着他过去把名换了一下 嘿 一辆小车 军功帐上有我的一半 开玩笑 倒着开呗 是这个意思 确实是 苏林也打得不错 那个爱跑的这个积分 我在秦王岛的一泊的俱乐部里面 有一个设备 我按个人的一些评级标准里面 打过一些 还是蛮有意思 是 不过确实 一定要用一个很合适的台泥 这样的情况 我打那张球台 他用的是那种 有点发蓝绿的台泥 而且没有人运烫 俱乐部 维护不太好 打下来球速特别慢 明白 因为他之间设的提 线路 都是基于一个比较高速的 或者环境比较好的 在器材当中 档次配备比较高的一个球台上 去打这种爱跑的 设备才是比较好的 这好比好多朋友都问 远台踢竿怎么能效果强 更多的是看你台泥的速度 球干不干净 对 以器材的这个更重要一些 第二局 苏灵胜比分2比0 谢谢 2比0 嗯 感觉苏灵拿了这个球干之后 整个人都惊讶 心里面感觉上 忽然是有了点底气 对 有底气了 确实我个人用这个 美着包的黑科技前提一下 也是用体肤 他对于长台包括一些 呃 要准度的时候 他的前接阵幅比较小 这样的话 他能保持一定的准度 跟稳定性在那边 而且有一些干法 就像我说 用的时候 加赛修正也是非常小 也就是能够保证你足够的进球率 并且白球的到位率 那打起来就特别放心 用上你自己最适合 最习惯的干头就好了 然后就是一个试验过程 像我说的 你能不能够从这种 白的颜色去适应到黑 嗯 再由木头的打杆 适应到科技的打杆 如果这两个你都不介意 那就没问题 诶 但这个 冲杆并没有换啊 嗯 冲杆应该是没有 来再看一看 有机会的话 去关注一下 在冲杆的这个后把上 是一个什么标 和一个情况 没有应该 张知道您买的还真算是吉时 现在这个据我所知是没货 断货 国内断货 黑客机是断货的 而且包括这次的广州展会上 我以为他们这边已经是到了 我也问过 北京这边负责 美洲包产品的这个景点 因为也是跟咱们有合作嘛 嗯 对吧 问过 没有 还没有到 而且这回那个市井赛里边 宗室的比赛里边 这么多的国外球员 国内球员 可能国内要少一点 国外球员在用 包括这个亚军的梅林都在用 打成什么样 大家心里边已经是很清楚了 在视频里看得到 平时有人用的话 你还摸得着 你可以去试 对 怎么样心里边清楚 当然了 球肝只是我们先聊的一个辅助工具 主要还是个人能力一定要突出 对 打球的是人嘛 对 这根K球下来的运气还算好 红三出来了 这边4K进攻 上方的一跟二 看看怎么来处理 右边中弹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有机会黄一向上 有机会可以去K 比较简单的还是用6号就动的文章 对 用6就从上往下抖 对 还有点油腻啊 这个时候就面临了 你要怎么来选择 后面这个一跟二怎么来处理 后面这个一跟二怎么来处理 往下传7就行了 往下传7就行了 或者你自己胆量再大一点 就打黄一直接往屏幕的左边强行去登 叫6号 然后用6号往下走 或者K2 要不然就二号传7都行 等于说把边窟的二就解决了 还是登过来 看角度 还能K吗 太薄了吧 高钢切上太多了 这球 还是钢法太高 然后力量有点大 还是要打6 不好大夫 要不要先来传一个二传7 要不然就横台走 这样6号就过度 还是要保 好球啊 带了一点点 如果这个球传起来 传正 或者传薄 球 都会往左边走 对 二号 所以很容易出现一个传完之后 不太够打的局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还是要尝试 去给它K写的原因 是 他有这个想法 我觉得前面其实这个机会 也是蛮好的 如果先传也是可以 现在变成了 你要用难度来去等难度 而且很有可能形成难度 传完之后往左边走 力量稍大一点点 停到15附近了 他心里是清楚的 清楚了 反复在这看 对啊 他知道是不好听 除非是很轻的力量 将将碰完之后 停带口 但这个力量太难拿捏了 有相当轻才可以 相当轻 还不错啊 可以进攻 就这个力量太大了 差点过头啊 缝隙还是从下边绕 从下面14里边 9号缝隙 左边13下方都可以绕的 或者是直接从15号的右边过来 就把打很薄 带一点左赛反赛 就要可以把左上脚 打法也比较多 带反赛 带到15了 左上脚底带 也没强球 没强球 他就是跟我第二种想法一样 就是带着一个薄扁打 然后带反赛 薄劲之后 左上脚拼一干就得了 但这个球最好就不碰啊 就再薄一点 擦着过 对 擦着过 那样可能还走得多一点 走多一点 大概如果现在画面能切过来 能看得到 比如说11号 左边现在不有个撬粉筋 干头打 对 那个位置打 很舒服 我准啊 3比0 苏林领先 比分3比0 谢谢 桥市台球周 央视中18球国际大师 在指定用台 全国4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 桥市台球周 大家好 我喜欢 桥市中18球领导者 第四局 郭精美开球 嗯 桥 对 桥 桥 3比0 目前整场球里边 郭建伟有一盘上来打的 还是比较多 但是左边是后来 变成了一个障碍的跳球 剩下时间基本上 都掌握在苏玲的手里 其实是他在打 而且白球到位率还是不错 没错 缝隙中间有没有好运气 15号能看到吗 如果能看到 这盘球绝佳 相当好 现在从这个画面位置来看的话 利用一些左边的旋转 轻轻的一打 15号还是有机会可以打进的 放弃了 上方12 打进 直接叫到9 第一个我会拉一点点13 看叫哪一颗 还是9号 来看这个位置 应该还是比较直的 点点向右边 往这边推 高杆推过来叫15 相反的地带 然后反向两库 再叫13号的反向比较 这个球其实打起来有点 就像绕口6一样 有点绕 这球 有没有角度 甚至于说 是不是江江一定 叫一个大反角 直接打同带吗 或者有信心就再顶一下1 都有可能 看看这角度合适吗 能顶的话 这杆球确实可以稍稍带一下 因为这黄一在黑8附近 它是多少有点小碍眼 黑8右边基本上没有 左边可以勾打 看苏林用现场 对这个角度的判断吧 10秒 延时 确实是角度不算是往上太多 准备中带呢 给中竿推下 有把握的话 中高竿也行 带一点点的右赛反赛 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 你就高低来控制 对吧 比如竿头往下再放一点点 直接往上推就行了 也能起到类似的效果 力量 可以 没错啊 角度合适 左下方 中低杆 其实这一杆刚才 它打左边中带 去留白球的位置的时候 算是有一个小经验的 就是拿这开球线 当做一个白球的位置 对 当于参照 可能更好能在心里边 有个定势 没错 这也是接触的球员 多了之后 他们告诉我的经验 对 过开就线 和不过开就线 对 这杆球明显是 杆法不够低啊 现在变成了个大角度 不然的话 较直一点 黑八中带了 甚至于一点点向上都可以 但是现在是大角度 很有可能带着黑拔走了 黑拔持库再弹起来 然后打右边中带 这是最佳效果 太厚了 就是太想着这个控制力道 跟顶这个八角的位置了 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 是 从前面一杆没到位 就已经是决定了出问题了 就这个用在老江城上呢 还是真的是 可以明白什么意思 就一股作气啊 在这摔三二斤 前面三盘咬住牙顶住了 后面不是说你不想打好 是自己可能 就是自动出问题了 不是受迫性 是自己创业 这边要接力 就是老江也很难保证 持续性的高光表现 对 不进也要借跑 就看球 肯定的 角度稍稍有点正啊 这球如果说白球 能再往左一点 就是打完之后 向二号上面去放 因为现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白球跑不远 下面这个球 再没有借的特别好 还漏了 准备漏机会啊 看看是不是漏机会了 没有 双击 打得尽量正一点 白球以目标球 撞两次以上 不离一下 对 这球应该再往左一点点 那现在国经委 可以大胆的 把六号往上打 但是不要很轻啊 比如轻打 你停在六号这儿的白球 坐链可以勾一点 很好勾 但是你发力呢 六号打不进 白球也往上走 苏林还是不好打这个球 而且 你剩下局面很开阔的 左上方 红三对吧 就可以有进攻了 这球我觉得 可以大胆往里面去打 右上方底带 然后高竿 稍稍发点力 不要太轻 也往上面走 最好也像你刚才说 过开销线 白球往上 意思是这个意思 但是看看 有运气吧 有 这运气还不错 这样子变成有机会青台了 小了 走太少 郭建伟这位球员的球空还是比较稳健的 他以前在北京党的时候也是 他不会说太去蒙古 或者是主动的创造性的东西特别 不会这样 也是跟苏林他们两个的风格是比较相近的 稳扎稳打 对 一定要尽量的去控制局面 然后等机会 防尔反击 小力量去解 碰到包边最好 黄一 看看这位置 底带左上方应该是没有 左边中带 要不就上方七 坐的话还是有机会去坐 不过这根球 下面苏林再解的时候容易解下了 好球 轻推一推的非常准 但是看到没有 还在控制白球 对 这根我根本就没有去奔着青台拼去打 现在二号又没法打了 有来机会了 嗯 啊 真出问题了 教位上百分之百是没有响 k皇1k5号 就是直接一个两库教位叫黑拔较近较直 能不能绷入啊 黑拔再准下 意思就是别动 明白 太多了 太多了 看效果 还可以啊 多少下线低根 弹底库 有把握能带一点点旋转 左塞 叫黑拔 右边向上底带 也是抓住了四轮的机会 第四里郭经纬也胜 一分 一比三 郭经纬也是扳回一分 一比三 谢谢 在选手打球的时候不要老动啊 第五局苏林开球 北京 對 是 闡 乱 我们 对 到 我 大家 一 想 就 四盘球 郭敬伟现在1比3 上一盘也是苏灵给了他好几次机会 感觉两位球员首先 苏灵肯定是最先进入状态的 但是刚才第四盘球 就是自己在最后叫黑疤的时候出了一些小问题 也明显能感到情绪跟心理上会有一些小的波动 那作为老球员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及时的把这种波动控制一下 一推轻轻带个薄便 现在这个难度大了 俯身小心身下有球 不行用驾单吧 打进之后刚好左边有11 小后把 够不够 这个位置应该是轻推了 看角度 现在还有一个黑疤是需要考虑的 往一根黑疤之间是贴的比较近 这角度不错刚好打瘦 有机会轻轻的顶一下 可以吧 然后将黄衣向下稍微带一下 两步需要很大 轻轻一打就可以了 对一震就好 对就黑疤够下了 中带啊底带有带口可以打 那么可以用其他球来先接了 这边能看到 10号球打完之后呢 8号这边底带也就可以下了 看怎么选啊 选中带就用10角8 选10的话12角8 稍稍有点犹豫 这球其实要说难 这不是特别难 但是也是个人习惯 他会选择于感觉 目前我自己状态 最妨妥的打法 甚至于说 可能我现在心里有点紧张 上盘球我有点情绪波动 现在刚好在我的手中球的拳里 我多转两圈 慢慢平复一下自己心理 让自己缓解一下 这都是一些老球员 和经验老道的球员 会去用到的一些技巧 不着急打 简单吗 其实挺简单 一推过来 底带一绕回来 同带就好了 但是没关系 我稍微擦了笑风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又多了 跟前面投一盘一样 一个两裤 然后带优赛的一个球 看来还是没有说完全适应 交边和谈你的走速 他的意识里 我觉得多少反应 就是球台比较慢 其实TV台要比大围场 那边要快 但是还好准度再现 对 第五局 苏灵胜 比分 4比1 开球清盘 确实感觉自己这个 在专注度上的下降 不像头两盘三盘 打得那么干净利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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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局 郭金伟开球 这边郭金伟的炸球还是没有球进 苏林又上手了 这根六有机可以直接去搅二号 这盘里面最难打的一颗球 尽量先叫先打不要留下 留到后面的话打 叫到边空还要抵抗再往回拉也是很难 力量多了 没的了 没的打了 十一肯定是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 但今天素人准多 对 不错 摆脚往回稍稍拉一点点 还有上边的一个关键暗号 有机会叫 有机会打 争取能够先去叫到位 然后将二号打进 后面用二号来交黑巴 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再走看看效果 应该可以打 刚好顶的比较正啊 你试一遍 小号把滴杆回拉 好 好 好 还是打得有点薄 所以说回来的时候碰到了十一号球 看这角度应该可以推啊 从十四号的左边 下来再弹上去叫黑巴 右边的底带 回来 十秒 延时 应该主要就是在判断白球的走向啊 避开十四 从十四的左边走 去下方的底骨再往上弹 稍稍给点力量 不要太轻 力量太大了 这款球 就算打进了 打进也跑特别多 这个球属于力量的失控 把失误大活 做一杆防守 比赛时间一过半 推两裤上去 先叫上边三颗 留到这儿的话 只能打十四了 这盘球里边 冠军尾的难度球 还是不少的 左边九 右边中段上方 轻轻打一半 做防守 还是要攻 右赛高杆 直接吹 扣到两裤去 K 看效果 赛大了 直接打九 准备好了 准备中间 看能不能看到薄边 碰到十二了 很明显 这球我感觉应该是不会说 不会说很薄啊 就露一点点 露的面积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没有K到 这球给郭宁伟自己都打乐了 自由球高杆 没K到 对分离脚还是没判断好 这球啊 摆的其实倒也还行 他高杆不够啊 而且距离可以摆的稍微还有一点近 强行翻了 再来 还要准 其实人家国际本就是想教育翻诞 是吧 也是啊 这个玩笑是玩笑 老江在比赛当中这种心态啊 包括手紧啊 都可以理解 像我前面说的 跟老江打来说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你 比如说打中间 老担心一些情况发生怎么样 但老江会自己忽然自身出问题吗 对 他可能不用你去 给他太大的一个什么样的压力 基本上有一些压力就可以 就是他不能保证还是那句话 持续的高光表现 全场特别好 不太容易发生 短局还好 抢长局的话 这个问题就大了 看郭敬伟能不能抓住机会 感谢观看 对六局过金未胜 你分2比4 谢谢 对六局过金未胜 你可有许多选择 但冠军只有一个 野豹球杆 专注黑巴 赢家选择 第七局 苏联开球 十秒 五四三 可惜啊 冲球虽然效果不错 但没有球进 你看一下 花色球的局面 更好一些 十四跟十 应该是一个自然的 组合球的角度 所以这一杆 八号 右下方底带 应该也可以打 把一顶跑 局面就更简化了 看要不要带一些右赛 嗯 有 因为这两颗花色球都在 八号球一个挡进了 八号球进右下方 底带的线路 一个九号在八号就下方 先处理 这些发力 有一些左旋转 这些发力有一些左旋转 这个位置有一些走的有些多 没有调到吧 别扭 这13号挡的这个位置 有一些碍眼 两裤再出来 看不清啊 应该可以 但是这么角度 十四传十 再出来 需要对这个线路 判断比较准 这14号肯定是装完之后 奔左边来走 好球 看一下预留 12号左边中带 13号左边中带 下来 脚八 关键一杆 关键一杆较位 过头了吧 太多了 这杆我觉得是宁大乌小的 就是你较出来一个向下大一点角度 也比较直 或者这种反脚强 推进 拼黑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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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局 郭金伟胜 比分3比4 3比4 谢谢 3比4 对八局 郭敬伟开球 郭敬伟这边也是把比分又追回来三分 三比四 这样两个人的分差 现在还差一分 通过这个比赛时间来看 包括两个人的这个节奏 都是这种稳健的控制场上的局面的球员 一旦机会在我手里 我绝对要把每一杆打的成功率都特别高 这个绝对是职业球员应该去做到的 严谨 严谨 不留一丝的漏洞给对方 除非我打不进去那是没办法 看这个位置 最好能把六号球找就先挤 不然最后六号还要单独去交双方的底台 但是现在上面还有个7 这个也是很尴尬的一问题 如果你打一地杆往回拉 那就上去先交7了 不然的话六号如果右下在四九中间能看到 是不是要先交位 甚至于说大六较轻 对多余的相往 还是要真是真是要带 刚才我觉得他可能要去刮一点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如果我是苏灵怎么办 苏灵打完还是比较稳健的 比如说就像我们去做解说一样 会有一个角色的带入在里面 一个球员一个球分 不是所有人都是大刀阔斧 对 准度 然后没有好的白球位有再准度 不一样 风格不同 有的时候拿到自由球 上来还得再做 铁车 对 铁车 但凡是看到有机会能倾台 一定是摆一个K球位 对 这就是风格不同 右边 十四 有机会发力高杆 出一个小弧线 过来顶一下中带附近这个玩具 但是难度是想能打 要不要打 两位都是很稳健的球员 有可能有些球不太会去拼 先来翻 再接力进 嗯 有效果 但是没到位吧 看看铁有没有挡住 有可能够挡啊这个球 因为上下的这个俯视的视觉 误差是有的 从他的肢体的语言来看应该是 嗯 差不多够打 嗯 差不多 感觉在苏灵4比1领先的时候突然间断电 这4比0其实他第5盘球他也有机会 他有机会赢 对 自己没有打好 10秒 看看位置 中带 可以 好球 那推过来先把 12 再准一个 对吧 边扣12打了 然后叫他15 15怪过多9号球 因为12号球 不需要什么太多的走位的压力 嗯 就要好了就要15了 第5会稍微拉一点点就15就行了 尽量留着他角度 千万不要说 贴裤 嗯 别贴裤 贴裤了就比较难了 不好 衔接下一块球了 一点点角度 身高够 看准度 这位置直接 小提干啊 可以避开4号 4吧中间 对 要推吗 推的话 从这个位置来看 力度一样控制好 啊 还是低干 没问题 角度大 嗯 蹬一枯起来 左边黑霸中弹了 这一盘一旦郭金伟将比分扳平 双方的这种 心态啊 又成为到一个军事 而且是郭金伟是在起事 苏灵是在往下走 4比4 第八局郭金伟胜 比分4比4 5 1 3 3 2 2 2 1 这酒与苏联开球 炸球有球技 现在场上比分双方打平了 4比4 这一分花色球好 这个局面确实是不错 上面五颗球先进 最难一颗就是右边的一个15号了 这个白球未叫的是真不舒服 后面后四弄的出杆要小心 而且要打高杆 这杆球吹一颗过篮是有可能要轻轻带一下的 看效果 还行 左边中带有线接 还可以推 推弹一颗起来 12号右上角底带 然后再往上走 用15向下过度 这球这个次去打下来就不太合理 因为15号球刚好附近是有4的 等于说最后如果你用15来去往下过度的话 要尽量避开4号球的这样的线 顶一下 如果说能用一个干法 比如说反赛的推 从右边弹边扣起来 不要走太远 再叫12左边的中带 倒是也可以这样去叫 不过这球 关键就是看角度 苏林也是过来量了一下 要不要停在右边中带 最简单打法 一扣就要位啊 白球不要走太远 稍稍带领右赛的反赛去推 多 太多了 底带倒是比较直 带口附近是稍稍有一个小保险 这个球打薄一点都没事 就是撞到左边带脚就没关系 可以借带口球 14 近带 高刚往前推 力量要过最好要大一点 就过5号 争取叫10 对 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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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明显了 这球从这方向看得非常清楚 它白球稍稍有点小跳 它们标球 这个花色啊 12号也是有一点点 展示长帮我们讲解一下什么叫静电吧 因为好多的爱好者啊 刚才是打打球都问我 说这球 这怎么还能有电呢 静电呢 跟我们平时生活中静电是一个物理现象 这绝对是同样的 因为怎么产生的呢 因为咱们的球是用这种分圈竖纸来做的 然后呢 台泥里边是有羊毛的成分存在的 还有花纤的成分存在 长时间的去摩擦 容易在球的身上 不管是目标球还是白球 都容易累积和堆积上来静电 这样的一些元素在上面 然后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让你的宝球变得很厚 这是最常见的现象 然后你的白球跟目标球都会有一小跳 它改变了原来你想要打进 和白球行进的方向 所以这为什么让这个采办 要清洁一下主球啊 对 还有就是有一些脏东西 脏东西什么 最主要就是撬粉 撬粉 撬粉末 多数都停到上面 因为经常用干头来击打 你撬粉的这些碎末会堆积到上面 这也是就感觉没太敢去叫位啊 就打进即可 那红三打不到了 下面还要再拼5号 起来 每个八个八个八个十分钟 这下方爷就会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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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有把握下低跟亨台 甚至于说你带一些左赛都行 从右边边裤弹起来 看这个架势呢 固定也有可能要中高跟从10号球右边 从底裤往上弹了 看看位置 还行 但是2号左边14有没有挡 这个很关键 你这根球4较3的话 是不是要较一个3较2右边底带 左边底带要没有 你只能这样去较了 推多一点 自然留右向左的角度 这种球如果说你较一个灯弹一步起来 就距离太远了 不如较一个顺势 多推一点点 微微的小反角 可以 低杆低一点 力量放轻自然走 这个沾着花杆 那也得沾 因为那个 我给你沾紧一点 看来这浇水不够啊 他这个 就是前面这两天 昨天你跟我说过 类似于出杆的时候可能蹭胸他 所以说他自己也说了 花杆 他可以感觉出杆的位置有点色 因为马甲这个 说粗啊 或者钉锁呀 这个体型的变化 它会往下褶皱一下 正好能碰到你球盖跟手臂 它不像你的T恤衫 能够崩荡身体里面和合身 是的 他这个马甲 粘头可是不短了 嗯 看到这个马甲 想起以前的一些联赛的 是的 里边的这个刺绣啊 这文士有粘头了 有粘头了 哇 这个球还好 还能打 而且打完之后 您看这个郭金伟 但我感觉这个白球位不是他要的 对 他要的有可能是一个右边中带 因为你看他人一直在往左边在用力 对 但是其实他打的这个效果 跟他预判断的就是完全不同了 左上角 中高端 稍微蹬推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连击 有了 反超比分 第九局郭金伟胜 比分5比4 官方暂停5分钟 5分钟会到 换复一局 好 真的吗 非常好 我 没错 来了 這些 选择小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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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